西貢老字號文仔記老闆娘林寶勤 二十多歲在內地嫁到香港 原本幫丈夫經營面點 但丈夫經常喝酒不開店做生意 令林寶勤當時很煩惱 林寶勤決定自己拉閘開門 開門時的情景都嚇了她一跳 之後打開店鋪 哇 雪櫃臭崩潰 因為牛腩在裡面刪了 刪了鈕 如果說真的 如果聞過絲臭就知道有多臭 就有這麼臭 生了蟲 帶那間店重新再開店鋪 林寶勤之後唯有自己開店做生意 還要邊做邊照顧一對子女 我的大兒子 那時他有兩歲幾三歲 就拿一個紙皮箱 給他桌底 他有時要睡覺 人給他走 然後我生了一個寶寶 寶寶大隻 就是揹著做事 揹著做事 揹著做事 他兩雙腳 有開心的時候 小朋友 兩個腳不斷跳 不斷拍 哎呀 真可憐 那個廚房又小 跟著那個 旁邊 因為有一個很熱的電路 在那裡 我就很擔心 長期都是打側身 露棉給客人吃 麵店當時只是開午餐 林寶勤為了增加收入 計劃做了晚市 但丈夫不批准 他唯有找名類收入 那時又沒有錢 吃飯也沒有錢 然後我就跟老公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開一點 他堅持不肯 我說如果你不給我 那我就去 執擾垃圾 幫補一下 7點多下收工 就去那邊叫做 徐堂那邊 叫做海旁街那邊 去繞個圈 收拾一下 還有其他垃圾 那些站的地方 收拾一下 收拾個圈 回來 每晚都這樣 八年前 林寶勤的丈夫 幻想肺癌 林忠時想把面店結業 但就遭林寶勤反對 我不想因為你的離世 你文仔的名字 跟著你 不要賣 我說我不行 我會繼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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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繼續做